除了廚師包含備料送餐打掃 一間餐球館至少有16名員工在輪班 但明年基本工資勞保都要漲 仍是成本勢比增加 因為開店就需要人 所以如果已經要付薪資了 那我們要負擔一些部分的保費 那如果現在又要調整 勢必成本也會往上評審 目前因應的方式 應該就是縮減一些人力 那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人士 那提升一些員工的能力 同時也改變過往點餐方式 顧客掃QR Code 省去過往員工親自點餐 畢竟開店成本不斷上升 人力這一塊也精簡陰硬 最低工資明年確定 連酒漲變成月薪是28590元 時薪則是變為190元 再加上勞保費率也會跟著上升 變成12.5% 也因此雇主每月會增加195元 而勞工則是每月要多繳56元 這十億規定每兩年調升一次 每次0.5個百分點 預估60.9萬家企業或雇主 明年全年新增超過124.7億元的法定成本 再輪到下一次2027年 就會達到最高上限也就是13% 而從實施至今勞工 雇主 政府 三方負擔比為2比7比1 但是否七成過高間接導致不願加薪的原因 對於負擔比例的部分 雇主70%的部分要不要做檢討 那當然這就牽涉到 勞保年金改革的一環問題 他也必須要考慮到 我們現在的一個投保薪資上限 45800這個上限 天花板要不要打開 那到底應不應該用實際的薪資來投保 那如果用實際薪資來投保的話 雇主的負擔就更沉重了 我國的勞工保險 其實它是社會保險 也就是社會安全福利的一環 它所取代的就是所謂勞基法 對雇主所課徵的一些責任 很難用層數來做跟世界各國做比較 應該反過來看 實質上這個雇主對勞工所負擔的保費 到底有多少 因為勞保的投保急劇最高為45800元 如果急劇的天花板沒有拉高 企業負擔的勞保額外支出 其實相對有限 勞工保險的保費負擔永遠不會是人力成本裡面最大的比重 關鍵還是在於你給的薪資待遇 那很多人在當然會有所批評 就台灣的薪資水平有點偏低 所以如果在保險費的負擔 七成由業者負擔來看 其實並不會過高 但是對於雇主來說 除了直接發給員工的薪資之外 還有勞保健保等跟著薪資綁定的法定勞動成本 這些都是經營得要算進去的 不過勞團認為除非是常態性加薪 對於雇主才有大幅影響 基本工資上漲之後 領基本工資的這些勞工 那事實上對雇主來講 他的一個勞健保成本是會增加的 這是一定會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並不高 主要基本工資的上漲 真正影響的小微型企業是9人以下 那在勞動部和部長也提到了 對於小微型企業的部分 那他們會提出一些協助的措施 對多數的雇主來講 除非他是跟著基本工資的調漲 那為員工常態性的加薪 基本工資上漲對於中間員工來說 根本沒有差別 甚至還可能連帶受到通膨牽連 若企業不願加薪 影響最深的還是員工 推本新聞張世民周宇宣傳台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